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赶快来选一顶帽子 好好保暖我的头部 因为网络上有流传说 如果天气冷不戴帽子的话 可能会有太多的热量 从我的头部流失 可能会造成脑中风 要戴哪一顶帽子好呢 网络疯传的讯息 还收视心脏内科的专业提醒 每当气温低于15度 会有三分之一的热量 从头部散发 气温低于10度 就会有二分之一的热量 从头部散发 如果冷到4度以下 甚至有四分之三的热量 从头部流失 但这些数字根本是无中生有 也轻忽了身体的调试功能 因为这很难去测试 尤其不同的人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还有温度 举例来讲 你如果是真的处在一个 东北的 寒冷的 苏联这些地方 你已经很习惯 每天是这样的温度 大概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你身体自然会做调试 医生说除了头部要保暖 其实脖子还有手脚四肢 这个末端的保暖工作 也一样很重要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传言就是 如果你洗澡洗头的顺序弄错了 也容易脑中风 讯息中写着 洗澡时不要先洗头 因为当头部潮湿或寒冷 血液将流向头部取暖 如果血管收窄 很可能就导致血管破裂 还详细地列出了 洗澡应有的顺序 要从脚底小腿慢慢地往上冲洗到肩膀 但这么贴心的说明 其实也是误导 这是最没有根据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如果先洗头 先洗上半身的时候 基本上水的温度 都已经让你整个房间 都已经是温暖的情形下 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医生强调一般健康的人 不管洗温水 洗冷水 先洗哪里都OK 但如果是慢性病患 就建议洗温水就好 不想中风 不要轻信网路上的错假讯息 健康饮食远离三高 才是王道 华视新闻徐湘华送一张专题报道 哈喽 我是张新闻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